這有什麼美感嗎 如果你是公文 我就印公文就 為什麼要把整個頁面 印下來給人家呢 各位 今天這一份公文 其實只是給自己內部人看 就說好 你幫我去頂星 不但查油 再去跟他要戳 他進了哪些油 我知道了 我不需要印出來 印出來是因為 我要傳給頂星啊 沒錯 所以衛嘉 衛嘉到底跟屏東衛生局 還有彰化衛生局 這些人 就是說衛嘉是不是長期 在養這些人 養這些內部的門神 你們只要要來查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通知我 所以我絕對不相信 這是不小心 各位 我們來看看這一張照片 記不記得 這個是今年九月 被媒體形容說 是被老農逼退的五位 一級主管 對 我們可以看到 曹啟洪縣長帶領他的一級主管 有哪些人呢 有環保局的 還有相關單位的這些處長啦 局長啦 通通下台 當時是幾號 各位 在九月發生的 結果呢 這一個公益局下去 沒有立刻下台 這個實在讓大家看不懂 什麼時間下台生效 明天 各位 就是明天 十一月一號 你不免讓人家想說 那你為什麼不下台 你留在這個位置上幹什麼 你還想做什麼 瑞德 對 沒有錯 那當時這個等於說 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 等於說出來認錯道歉嘛 所以局數首長大家出來 而且一次出來五個嘛 五個一起下台 所以呢 那當時為什麼會延到 十一月一號呢 意思是要先把當時的事情 給解決出群 那個請問一下主持人 當時的事情是什麼 你還記得嗎 老農啊 是強灌收水油啊 強灌 不是頂心啊 你記得嗎 當時是因為強灌收水油事件 老農已經連續來檢舉了 都沒有人理會來了以後 頂多也是開開滑蛋就算了嘛 對不對 事後搞的這樣子收水油 讓我們全國的人沒辦法接受 所以屏東縣長曹啟宏 親自出來道歉 因為他省引了好幾天被罵嘛 對不對 然後十一月一號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他說 要讓他們把這些事情 解決完了以後 把事情結束了以後 處理完畢以後才走 而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嘛 那麼那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如果那時候發生了 強灌收水油的以後呢 當然啦 屏東縣政府很可能負責 真正所謂的環保單位裡面 負責這相關業務的人 可能人數少 然後經費不夠 不過那都不是藉口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爆發了 強灌收水油事件嘛 你講話難聽 你的皮膚要硬這樣嘛 對不對 你的五個局所長都用這樣下台啦 雖然12月25號也是要下台啦 不過呢 至少你必須為這件事情負責嘛 那麼為什麼會在隔一隔 下一個月的十月的時候 你又再次發生 這麼不可饒恕的事情呢 你知道嗎 這個公文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 你知道嗎 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是內部的公務人員之間 衛福部跟相關的人員之間 傳真給相關的人員嘛 所以沒有 我告訴各位 今天就算你負責的人 傳真錯了 我說過了 全台灣沒有人能夠接受你說 是因為你的過失 又不小心把他給傳真錯了 因為你說涉嫌的這個事情太大 不是單純的泄密 你等於是去把你要集合對象的 所有的人事實地物 我什麼時候就要來集合了 我什麼 為了什麼事情 你都事先告訴了對方 而讓對方真正做的事 30個員工加班就把他滅正了嘛 現在大家比較看不懂的是 你9月就已經率領5個一級主管 就應該要下台一鞠躬了 你搞到明天才下台 在位置上 我剛剛是含蓄的說 他們到底想要幹什麼 能做什麼 說比較低一點 大家會問說 你會不會就是另外一尊又一尊的土地公 明義 我這個問題我要 我要請你來跟我們說一下 但是我要先在這邊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我們的疑問 我剛剛丟了這麼多疑問 你會不會是土地公 你能幹什麼 我們特別在節目錄製之前 訪問了屏東縣的副縣長 鍾嘉賓 鍾副縣長 他說 當初因為這五位 原定要下台鞠躬的處長或局長 他們是自勤處分 我們希望他們留下來 繼續查棄地下游場 所以讓他們留到今天10月31號 明天才正式離職 你怎麼看 我在勾起大家一個回憶 高雄氣爆的時候 四位局處長一樣的 第一時間說要辭職 但是陳菊說叫他們離開這位置 但是要給他們處理完了以後再離開 過去在處理危機 一種是叫他走 第二個叫他閉嘴 在我們這邊來叫他走是 事情處理好再走 我當然我不能帶著有攝影機說 他一定去湮滅證據 可是最處理這些的關鍵人物 把他處理好 可能是希望解決問題 但是也可能在處理危機 在中國大陸為什麼發生事情 第一時間就把人抓起來 有一種說法是 把你抓起來你就不會多講話 這件事情為什麼 他們到今天才要生效 明天要離開 我不敢說他是官商勾結 但他們絕對在處理一個危機 誰的危機 屏東縣政府的危機 屏東衛生局的危機 屏東環保局的危機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指責說 為什麼老農檢舉這麼多強冠 這些事情你們會查不到 看不到 聞不到 這些東西一定有人謀不張 好 在這種觀點情形之後 他們留下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份公文傳出去了 剛才任俊用了兩個字叫做實 我覺得這兩個字形容得非常非常好 做實的過去我們的懷疑 可是大家去觀察 我們說這沒有藍綠 今天靜悄悄的是 當在批衛福部的時候 這些民進黨的立法員站出來 那種聲討 那種口租筆伐的力量 今天完全不見了 我要說屏東縣政府 現在扮演的角色坐實了什麼 有事情推中央 選舉的時候我來當 這樣的狀況之下 屏東縣民為什麼不生氣 台灣的人民為什麼不生氣 這件事情沒有藍綠 但是有沒有人謀不裝 我認為這份公文坐實了 不是土地公 門神兩個字 是是 可能整個屏東縣政府的 從上面 從縣長到局處長 到下面的人員 他們是一起的 所以他必須要搶著時間 趕快把相關證據通通湮滅掉 最強的我們看到 最強的我們普通一句 我們現在在積極討論 如果這件事情不是屏東縣政府 是衛福部 你認為會怎麼樣的結果 曹啟宏是必須要負責 因為他自己本身 就是鼎心衛家 在屏東的鼎心製油 能夠搞得這麼多年 然後讓大家吃了這麼多 黑心收水 噁心的油 結果到現在 到現在還一直在包屁 結果後來又發現說 竟然你是衛生局裡面 故意不小心把這個公文傳出去 沒有人會相信 你就是門神 今天如果我們一滴一滴黑心有穿藏過 應該保衛我們身體健康 應該去查氣的所謂的政府部門 你居然要查之前 你還把公文告訴我說 你誤傳傳出去 怎麼辦 自己靠自己嗎 今天我們的江醫師在這個地方 你現在真的有專門的影響 你真的是對 鼎心衛家開第一槍 而且帶來捷報 你那個十億求償 法官已經踩準了 這樣後來如果大家要對立 就不然對你來去求償 不過我跟你講 我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不是這個十億元的求償 而是因為我反對政府 對於魏家四兄弟的切割 我這告訴的中間 是把四個兄弟告在裡面 今天你政府就主動切割出魏英聰 所以你查扣他的財產的時候 你只能查扣地保三戶 對不對 你動不了什麼 台北101 對不對 中加你動不了 因為那個不是魏英聰的範圍 問題是說他們四兄弟 連在鼎心集團網頁裡去看 他就寫我們四個董事長 從來沒有寫誰是比較大 誰比較小 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好了 鼎心可以親手出包了 四個兄弟綁在一起 還不能跟你切割說 只有魏英聰下 當然不行啊 他們不是說他們共同決策 共同負責嗎 四個兄弟從不分家嗎 那為什麼政府要主動幫他切割 你幫他切割什麼 他自己都承認他是一起的嘛 所以我當然把他告在一起啊 所以我當然就應該可以 跟他們這四個人都可以求償啊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你是不是一個人 你開了幾家店裡求償失憶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說 還有更多的像網品 像更多更有名也被收到 被駭到的這些連鎖商店 那要投錢還比較多 奇怪 文風不動 怎麼只有一個張醫師跳出來 這一點我也覺得擺視不及的 擺不得其解 那麼多人在螢幕上被消費者辱罵 然後賠出那麼多的錢 那表現得痛哭流涕對不對 結果事過競籤雲淡風輕 那這個東西當然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是有沒有可能就是 台灣人真是太敦厚了 太容易健忘了 是嗎 痛苦過去就算了 那另外一個東西 不得不懷疑的是 因為我在史比建那麼久了 也知道 很多人啊 這個大廠啊 自己也有做一些壞事 所以他根本不敢去告別人 做什麼壞事啊 做黑心的事情對不對 你有實驗室 我也有實驗室 對不對 現在你出事 我去告你 你的實驗室搞不好可以 馬上露出一堆證據說 對不起 他也搞這個事情 彼此都握有對方的把柄 相接回太極 這個叫做恐怖平衡 這個叫做恐怖平衡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他們不告是因為 他們也有把柄在 這兩個都有可能 我不敢講 我說這個部分 對 他不告是因為 他可能也有把柄在手上 因為太多廠商 自己都弄了實驗室 整天在研究對手 那你猜猜看 我對你那麼有研究 你告我可以 我馬上明天就要讓你上報 反正我們老闆已經去關了 對不對 要死 大家一起死 照照理統一 王平 這麼大的一個上市公司 他有很多的法律顧問 他有很多的律師 絕對比江醫師的企業 來得這個資源來得多 對嗎 你幾個狼年 所以他應該代位 他替他客戶代位求償 然後他律師出來打 維護他的商譽 奇怪 到目前都沒有做 這個所謂的求償 已經啟動了 江醫師來 給你問一下 你要多少成本 我要給你求償 10億要多少成本拿出來 好 第一個階段請到支付命令 事實上是不需要 大概就500塊錢的申請費用 500塊的門檻 對 大家都可以 對 你只要付得起500塊 這個沒有門檻 那當然如果頂星為家提議 那就來了 對我來講就兩個問題 第一個 頂星為家對這個有意義 就是讓法官看看說他們有沒有 到目前沒有回憶 對不對 他還是要應急 說他們都沒有錯 所以他要對這個支付命令 提議 所以我要給法官看 第二個 當然我知道 他要一提付意義 馬上進入民事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訴訟範圍 進法庭了 對 那大家都說 江醫師 你怎麼那麼 你怎麼可能那麼有錢 對不對 你剛剛又賠了好幾百萬 給你的消費者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怎麼支付得起 這個780幾萬的錢 你進法庭 你還得先繳繳780幾萬 沒有錯 我承認我付不起 不過我跟你講真的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 貸款我99% 我只要付七萬八就好了 這什麼道理 因為政府既然願意貸款 99%給頂星的黑心商人去炒房 那他為什麼不可以貸款 給我這個受害者 讓我去跟頂星所討公道 780幾萬 七百多萬 大律師 你在這邊 你當過法官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一般小拉百姓如果我們要追隨他 大家都喝到黑心 我也想去求償 所以這個部分 江醫師他打的是 他是走的是民事訴訟的 叫支付命令 支付命令交500塊錢 只要你是金錢的請求 就法院不要去審查 不要任何證據 他就下一個裁定 下了裁定以後 對方 你被請求的對象 受支付命令者 他只要在20天內提出異議 他不需要 他也不要理由 就提出異議 你就變成這個案 你就變成了民事起訴了 起訴以後馬上就訴訟費用 現在一審的訴訟費用 是標的額的1.1% 也就是說這樣賺錢 可是他到了一個界線 好像是1千萬的時候 他就會抵檢 所以你要進法行之前 你要拿出一款保證金 對不對 這不叫保證金 這叫訴訟費用 我在這裡要說 訴訟費用來說 這個部分 你可以請求訴訟救助 不過那也遲 也沒有用 我這邊我要提出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我跟妳請教一下 今天如果大家去跟他一樣 我也要來求償 大家來求償 我們大家都去跟鼎心會家求償 兩萬個求償 二十萬個求償 兩百萬個求償 我們去螞蟻熊兵 他不吃步很兜著著 我比較不希望是用這樣方法 評論說這是沒有用的 真正只有一個辦法 利用消費者保護法 消保法的第五十條 應該由 這是一個叫做團體訴訟 應該由消機會這個團體 代表我們去提訴訟 你說不應該讓人民單打獨鬥 不要 是有消機會 而且只有一個消機會 它團體法 它用團體訴訟 只要在六十萬以下的 標的額在六十萬以下 它只要交六千多塊錢 它就可以 如果是超過六十萬 它就想加十億 二十億 我根本認為幾百億都可以請求 可是現在的消機會消保會 聞風不動啊 對 這是我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我很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節目 我們對消機會喊話 尤其是那個消機會的創會長 是李生一 那個律師 他更該要開始督促消機會 我覺得 這件事情 憑什麼你們不出來 只有你是在依照法律上 你是可以代表我們的 所以我必須要請消機會出來 代表我們大家提起訴訟 而且這個聘不困難 我們今天到底 所以消機會來幫我們代位求償 我們一毛錢都不用出 也不用七百多萬 我們一毛錢都不用 消機會只要出六千多塊 來 律程 我覺得這有幾個意義跟做法 江醫師拿到這個支付命令之後 其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應該立刻馬上去財稅資料中心 查衛家四兄弟所有的財產 包括除了地保 然後陽明院跟什麼仁愛綠竹 然後其他包括101的股權 衛權的股權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擔心 這個司法機關早就被收買 所以呢 地保14戶你扣3戶 但我們覺得說你不應該切割 因為你所有的頂心自由跟正義 後面都是你的海外的holding company 就是海外的扣股公司 你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江醫師他做的最正確的一點 就是說我四兄弟一起求償 結果準了 準了之後呢 你現在第一個動作就是 四個人的財產全查 查了之後呢 當然我沒辦法全部假扣押嘛 那假扣押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讓兩個單位來做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消機會第一個 另外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健保局 因為我們的健保為了頂心衛家 受這個大家的這個健康狀況 其實是可以提出球場的 所以他們也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類似集體訴訟的方式 要求就是說頂心衛家 巨額的賠償 好 跟其道的這個holding company 等一下我們要告訴大家 頂心衛家他們曾經被簽下 他點名是十二大富豪在海外避險 或者是逃稅 或者是漏稅 或者是反正想盡辦法 他們的聚寶盆在海外 他們是怎麼玩的 等一下我們好好的 請蔡總來跟大家說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 還是昨天的那個問題 來 人群我們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把頂心衛家 這樣子的反向鮭魚養成變鯊魚 你看喔 我們政府不同的部會 輪番幫他開綠燈 你要TDR 我有金管會 你要跟公股銀行借錢 超大沒關係 我也有財政部 你可以看到各個部會 大家都是他的土地說 鮭魚要變鱷魚 不會自己變 除非有人一個突變 第二個一定有人養 誰養他 我告訴你 有權利的人 才有辦法把他養成這樣子 現在大家就在質疑說 我們台灣到底有幾個總統 你知道有什麼怎麼這麼說 我們現在說有 台灣一個總統 有時候馬英九總統 這大家都知道 每天都要總統府來 對 但是現在好像看起來 有個地下總統叫做魏映聰 他變總統了 為什麼 我們所有部門好像 都跟他扯上關係 而且每一個人都拿他沒有辦法 你不覺得嗎 光一個地方政府 剛剛我們講了這麼多 屏東縣政府 還不小心把重要的公文 不好意思 不對 硬給你了 這個可以這樣幹 再往上看 衛福部 大統遊的事件的時候 在去年9月是不是就出來 我們也在討論 人家很快就可以辦 你為什麼都沒有 不穩 不穩 好 所以你就看到說 一個黑心龍風暴 原來你往後不要太久 一個月就好 你可以看到那麼多部會 我們這邊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魏政府 因為誰會 魏政府 總統是誰 是魏映聰 但是是拿我們的錢 去餵他 你知道嗎 總統累了 對啊 不 他累搞什麼 他一定哈利 他該抓去關了 我跟你講這裡面 大家很不能夠接受 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把各個部會 我們都講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來評理 我們剛剛看到了地方政府了 看到了衛福部 沒錯 我們現在看衛福部 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當時GMP這個東西 大家都講說GMP爛掉了 不可信任 在帶桶油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後來講說什麼 我們來做一個叫做食品 這個產業測驚會 對 叫實測會 我們重新來重建什麼 換個人 挽回信心 換你的頭 後來才發現 魏映聰只有換一個職務而已 你知道嗎 他本來這GMP做理事長 後來換到實測會 也是他在換家 還是魏政府的總統 還是他嘛 那你這些有的東西 跟衛福部有沒有關係 你當然都有嘛 你去年一年就查了一整年了 到現在為止 查到什麼外國 所以魏政府的總統影響力 不止如此 不止這裡啊 好 你說國內衛福部 我再給各位看外交部好了 你叫外交部什麼管理 你記不記得 當時楊正義 楊正義他可以拿花工 來花三千塊或多少錢 去民間認證公司 買一個假證明 我們外館幫他蓋章你知道嗎 三千塊把台灣的食安搞死了 我們的美食王國給搞掉了 我們的外館拿到證明 反正你拿給我 我就這樣回家 我也不去查 不去幹嘛 外交也會你做 來 過來金管會 金管會跟財政部 魏家那時候空手說 怎麼歸於返鄉帶回來 多少救濟的機會 帶多少資金回來投資台灣 結果發現他沒有 蔡總說了 我就空手到 空手到回來之後 還准許他發TDR 而且他就 TDR不是 不好意思 拿出來 什麼東西都沒拿出來 你為什麼准他發 金管會轉 再來你財政部也很害的 你知道嗎 你財政部這動作是說 舊舊舊趴給他去買地保 新宴土地還有操貸 現在說101號魏英交掌權 現在大家話說不行不行 可是你知道嗎 當時董事長宋文綺 董事長跟總經理 有各自的職權 結果魏英聰 這個魏家說 來…你當市長 你把錢交出來 你知道財政部怎麼講嗎 宋文綺去找財政部抱怨 財政部說 我跟你講一切依照公司治理 就這樣比他交權耶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魏政府的這個遊戲規則之下 我們真正的部會能做什麼 而且不要忘記 我們剛剛有講過 其實在101驚濤駭浪 董事會那一天 不是又伸喉嚨 不是又指導電話 都是金管會 財政部主動去傳話 你們為什麼要去幫他包裝 為什麼要去幫他掩飾 為什麼要去幫他說話 為什麼要在那邊製表呢 因為他是魏總統 所以再回來你再看 現在公股銀行 現在講說 財政部找了公股銀行 酒家出來 決定要對他抽銀根 抽銀根 是現在說給我們聽的 最近為什麼要這麼好看 都好意 可以抄帶可以幹嘛 為什麼通通能做 你一拍還是出門 不會想到抽銀根 是啊 所以我們就說 你今天才演戲給我們看 因為今天全民開始罵 政府說名氣可用 所以以前大家都裝作沒看見 我從今天開始查你 但是你再怎麼樣一個魏政府 好你再爛 你再蠻橫好的司法 是最後一道防線 是 不能被買吧 所以因為長得比較可愛的高正麗 他因為大統的混沖油裡面 他怎麼樣你知道 九天不到兩個禮拜的時候起訴 兩個月的時候一審宣判 九個月的時候二審宣判 二審定院 而且還不能再上訴 你現在呢 你現在看我衛銀行 還在那邊撼銀行你知道嗎 他還在那邊撼銀行 衛銀行從到今年10月21號 隔了一整年之後才終於要起訴他 你如果早起訴他 會有這一次的油的事件嗎 所以我們看到 怎麼會一碰到了鼎心衛家 一路開綠燈 一路放行 原來我們都活在魏政府裡面 所以事實上 我們很嚴肅的告訴大家就是說 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查出來 鼎心衛家在台灣 今天不客氣告訴大家一個訊息 中國他們所怕的鼎心衛家 不是怕我們台灣的市場嘛 是怕中國大陸的市場嘛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部 都已經宣布 所有康師傅全部下架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 魏政府的總統 我們講魏隱崇 蔡總 這個總統這個大統帥真好做 陷水就不用了 我跟你講 我覺得殺人償命 欠錢還債是最基本的 社會的一個公平正義 魏家在台灣做了那麼多的壞事 錢到哪裡去 藏在海角千億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讓政府了解 一定要破解了 魏家最神秘的這個區塊 所以你說 要他的錢吐出來 今天在起訴書裡面 檢察官特別寫到了 他們去查了過去五年 魏家頂心賣有所得 有七億多進到了魏英聰的口袋 也因為這個口袋放進去之後 他等於挖了公司的錢放他左口袋 結果政府磕不到這筆錢的稅 兩億多政府磕不到稅 所以錢通通藏到海外的公司去了 藏到好外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部分 就是吃國庫等於吃全民納稅人的錢 是 他一共露開了花票7.3億左右 那其中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知道 魏家的100%的控股是頂心自由 那頂心自由的話 他是加價在賣給了魏全 那結果你賺的 是賺在這個四兄弟的控股公司 魏全並不是他們所有 他還有60%是其他的股東 所以等於是背信罪 針對魏全的股東 賺錢我控股公司 如果出事 魏全整個股東承擔 出事你有錢賺錢我黑錢沒 這不是等於挖公司的牆角 你才能不能想說 我賣東西我不開發票這種 這種雕蟲小技 其實一般的小店可能會去做 賺一些收費 銀頭小利 你那麼大的公司你也敢 還更可怕的 原來魏映聰也吃他其他三個兄弟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7億多的露開的花票 進了華南銀行園林分行當中 魏映聰私人的帳戶 這事實在感情不是很好 所以頂心自由當中 應該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結果這一些露開的花票 這7億多 進他私人的口袋 兄弟不是感情很好 他們賺錢一起賺 危機處理一起閉門會議 結果你可以看到這份起訴書 把他算計兄弟的這個部分 全部都揭露出來 所以並不是只有 針對魏犬的股東背信 他可能針對其他的兄弟 也有侵占罪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他不只吃人民 連兄弟他也吃